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以哈冲突当中 有没有可能暂时喘息一下 停火一个月 甚至把这个时间稍微的再拉长一点呢 现在包括美国卡达埃及 其实在当中也是居中协调了一个月 这个停火曙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路特社就报导说 其实以哈冲突这两国原则上 应该说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组织 原则上是同意用换球的方式 来换取停火一个月 像是以色列要释放出巴勒斯坦的囚犯 而哈马斯要回送人质给以色列 但是其实这两个国 应该说一个国家一个组织 本身考虑的状况也都非常多 像是以色列他希望是可以分阶段的磋商 尤其他们喊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哈马斯的六名高层要离开加萨 但是这样子的要求对哈马斯来说 是非常难以答应的 一方面哈马斯不希望离开加萨地区 再来他们认为说 如果他们离开加萨地区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以色列锁定 甚至各个击破 这是哈马斯很难答应的其中一个原因 再来看到哈马斯则是说要临时停火 如果数个月的话也要释放所有的囚犯 等于说双方其实各有底线 而且这个原则希望对方可以来配合 但恐怕也就是因为这些底线太多 而且很难配合的原因 斜掉的时间拉得非常长 至少一个月以上 再来我们来看到其实对美军来说 可能真的是忍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国境之外的基地 是频频的被攻击 像是1月20号的阿萨德基地 这一天是遭到了飞弹跟火箭弹的轰炸 还有1月23在伊拉克的基地 也多架的无人机来进行袭击 所以说这样子的挑衅行为 对美军来说当然忍无可忍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说了 对伊拉克境内的三名伊朗支持的 民兵组织设施他们发动了精准打击 主要如果这个数字摊出来的话 真的是非常多 所以才让美军觉得忍无可忍 尤其是在以哈十月冲突到现在 算一算可能三个多月 接近四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150次来袭击 美军驻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的驻军基地 所以说也才促使美国进行反击 再来我们来看到说到反击的话 现在美国跟英国两个人也都受不了 就是因为呢在红海上面的商船 是频频的被受到攻击 所以说美国跟英国再度联手空袭胡塞组织 黑夜里跑道滑行 英国滑加空军四架台风战斗机 又前往夜门和美军一起空袭胡塞组织的据点 以银美为首加上澳洲 巴林 加拿大和荷兰支援 总共打击八座胡塞组织的设施 包括两套反舰飞弹 美国五角大厦证实 今年1月已经摧毁25个胡塞目标 但胡塞攻击鸿海船只还是没停手 胡塞组织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联合国的英国和美国人员 一个月内离开夜门 一点都不怕 毕竟背后有老大哥伊朗征腰 伊朗官媒才刚秀出 最新一批无人机服役画面 和我国家剑拔弩张 原子科学家们 把今年的末日时钟 维持和去年一样 距离午夜90秒 象征人类生存风险 依然是有史以来最高 不止俄乌和中东 中国大陆核武存量与气候变迁 也是末日时钟 这么靠近午夜的原因之一 DV新闻众报导 再来我们来看到 台湾的外交危机 尤其现在台湾 剩下12个邦交国 已经来到了历史新低 但有没有可能再继续 丢掉我们的邦交国呢 目前看起来 这个机会恐怕是偏大的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1月26号的时候 太平洋的岛国土瓦鲁 也是我们的邦交国 就要举行大选了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 选前看守的状态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也爆出说 在选后很有可能 土瓦鲁就要跟我们断交 因为他们的财政部长就说了 预计在选后就要重新审视 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言论出来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还是金钱援助的考量 他们希望在气候变迁发展上面呢 获得更多的财政上支持 而这样所谓的财政支持 恐怕也是台湾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给不起的 但我们要再来看到 其实以中美的关系来说 这个台海问题还是两国关系 能不能正视 而且更加融洽的 非常重要的关系 虽然说在拜习会之后 美中关系看似融兵 但是商业内幕就说了 凝聚了25位专家说 美中关系的前景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逐渐的融兵 越来越融洽 但是结论都是什么 黯淡言俊 甚至他们列出了四种情境 来描述美中关系可能的终局 第一个就是台海的全面战争 会有多危机重创双方的信任度 什么是多危机呢 像是假设台湾宣布独立 还有美军协防台湾 甚至是美国拒绝中国留学生 到美国去留学 他们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 这样子一再发生的话 就有可能重挫双方信任 甚至最糟的一步就是引爆战争 但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头 他们是没有纳入核战了 当然这是比较兵戎相向的部分 在贸易上双方 尤其是美中两国 还是持续的在竞逐当中 有没有可能进入到 所谓的零和赛举呢 就是双方互设更多的贸易管制 在川普时代到现在 即使是拜登上任 也都没有把这些贸易管制给拿掉 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情况更多的话 恐怕也会让美中各自站队 支配各自的伙伴邦交等等 其实也变成一种 更大规模的对立情况 还有虽然说没有爆冲突 但是双方的关系却是不断的 螺旋式的往下降 二话像是中国大欧的贸易强权 加强跟欧洲的联系 而且美国有没有可能降低访台的规模 甚至支持度往下掉 所以说这也可能是其中的情境之一 最后就是美中经济脱钩 过去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周认为说是非常难以达到的 因为美中经济可以就是高度互烂 但是在精细的规划跟脱钩之后呢 恐怕也会让双边的关系正式的破裂 而且也会导致一些中低收入的国家 因此受惠 所以说这种四种情境看起来的话 美中关系的前景似乎都是非常黯淡的 再让我们回到看到台湾的邦交国 大家知道说之前我们丢掉了这个诺鲁这个国家 诺鲁跟我国断交之后呢 转头到中国大陆的怀抱 而在24号与中国大陆举行了复交仪式 交换钢签术的公报 左边是跟我国断交的诺鲁外长 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复交仪式 但是诺鲁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走两岸之间 2005年当年的诺鲁总统跟陈水扁握手 并断交北京结束短短不到三年的建交关系 回头跟我国恢复邦交 时隔近20年后又倒向北京 脑鲁外长也表示 脑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也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同中国复交是符合脑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声明高度遗憾 中国政府对外匡称的一中原则并非事实 但是根据外媒消息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氏祝贺赖清德当选被北京抗议后 他受访称祝贺是基本礼节 台湾只是一个省 台湾另一个邦交国 根据路透报道 土瓦鲁的财政部长表示 1月26号选举过后将review重新审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是继驻台大使后再传台土邦交可能生变 中国外交部回应 土国财长为竞选连任提出的个人政治主张 背后有中国因素并不代表土国官方立场 再次强调土国总统高层以多次重申坚定支持两国邦誼 我们住那边的大使也经常性的跟他们的那个总理 或者是外交部长以及其他的部长经常性的都有讨论 那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合作计划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面对北京各式打压 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之路从来就是异常艰辛 TVBN新闻上门站陈又文台北报道 再来我们要来跟您关心的是俄乌战士的最新情况 国际最近消息指出 在这个俄罗斯一架一尔76型的军用运输机 是坠毁在乌克兰国境的边境 另外呢机上总共有74个人当中有65名是乌克兰的战俘 而俄罗斯官员在刚刚也对外证实说 机上所有人是因此罹难 最新的状况我们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张正安来告诉我们 从外电传来的画面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天空中 有一个黑点不断往下坠落 没过多久就冒出熊熊的烈火和浓烟 还传出爆炸声 拍摄到这段画面的目击者是紧张的不停尖叫 这起事件发生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边境贝尔哥罗德州 这架俄罗斯军用一流声IL76大型运输机 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4点左右因不明原因坠机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当时机上总共载有74人 其中还包含65名乌克兰战俘 他们是在乌尔进行新一轮换球之前 被送往贝尔哥罗德州 目前乌克兰官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俄罗斯也没有公布坠机原因 是否是因为机上的机械出问题还是遭到攻击被击落 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当地的州长与救难人员已经赶赴现场 来了解是否有人在这起坠机意外中生还 而现在呢其实俄罗斯是持续对乌克兰的两大城市进行了攻击 尤其今天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就是包括基辅还有哈尔科夫 这两个城市都被俄罗斯是大规模空袭 当然至少光是哈尔科夫这个地方就传出有6人死亡 70人受伤 而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持续的在网上增加当中 尤其是俄罗斯发射了41枚飞弹 乌克兰军队摧毁了21枚 而且在整个基辅我们说他是乌克兰的首都被攻击的地点也非常的敏感 就在联合国的基辅办公室办事处附近 很多的哈尔科夫官员也说了 其实他们很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生活者 因为目前很多的房屋都是倒塌状态 有30栋的公寓建筑受损希望可以找到幸存者 而且基辅的市长也说了 有很多的公寓建筑起火 总共有20人受伤当中也包含了三名儿童 尤其在这个哈尔科夫这边 本身有一个天然气管也是受损的 这么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 天然气受损恐怕也会让这些基础设施 非常仰赖的民众们 可能会在寒冬当中有一段比较艰辛的时光 再来我们来看到北约的情况 尤其现在瑞典要进入到北约 可以说是倒数时刻只剩下最后一票 我们先来看到北约会不会很快的有第32个成员国 尤其在这个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未来在整个土耳其国会公布宣布 让瑞典可以进入到北约的这样子投票过关之后 未来几天就要签署也会变成法律 而且现在1月24号的时候土耳其国会批准 瑞典进入到北约是287票对55票通过这样的入会案 只剩下那个国家就是匈牙律还没有批准 尤其匈牙律总理奥班也邀请到了瑞典总理到布达佩斯 要讨论瑞典进入到北约的事宜 但是其实匈牙律大家过去都认为 他的立场是比较亲俄罗斯的 所以到底他会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大家也非常好奇 历经几小时辩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终于在1月23日通过提案 准许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至此北欧已有两国在乌勒开战后放弃多年军事中立与不结盟政策 投向西方战略防卫同盟怀抱 不过芬兰在2023年4月就加入 进入北约条件是所有成员国必须同意 瑞典就因土耳其反对而卡关延宕20个月 土耳其的拖延威胁到瑞典国安 只能放弃过去库德族避难国之一的角色 瑞典不仅解除了2019年 因土耳其滥炸叙利亚境内库德人 而对土耳其实施的武器禁运 2022年底也开始把境内遭土耳其通弃的库德武装分子 引渡回土耳其服刑 2023年瑞典警方曾批准伊拉克裔抗议者 在境内使馆与清真寺外焚烧古兰金的公众集会 此时此刻也不见再度批准这类惹恼穆斯林的事 但真正被瑞典牺牲的棋子是流亡无国家的库德族人 土耳其针对曾经闹独立的库德族人常年寂静打压 战绩飞入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滥炸 如入无人之境也很常见 土耳其号称反恐 轰炸被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据点 1月22日起土耳其密集轰炸 叙利亚境内库德族人逼近50次 200多个村庄因发电厂被炸陷入黑暗 赖以为生的炼油设施也被炸毁 包含平民在内至少60人丧生 土耳其境内的库德义民众上街抗议 却遭警方虚感还挨揍 2023年12月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甚至将库德语 从每周五清真寺步道的语言名单中剔除 同属伊斯兰教逊尼派 土耳其却是想独立的库德族人为眼中钉 原因之一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大一统强人的形象不容挑战 2023年12月发生在土耳其境内的这个争议案例 是一名81岁被控帮助库德工人党的老夫人 因病假释后竟被要求再入肩服刑 流亡到欧洲的库德族人继续抗议 希望号称注重人权的欧盟国家支持他们 不过德国就像波兰与匈牙利一样 反移民的极右派政党崛起甚至喊出脱欧口号 挺人权和选票之间的拉锯 在不少北约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变成内政难题 德国近日有数百万人在多个大城市示威抗议 要求对民意支持度冲到20%的 其右派另类选择党实施党禁 这个党喊出反移民甚至脱欧的政策方向 反结盟 反移民优先照顾国内需要 是欧洲不少右派政党现在的共同方向 而瑞典要挤进北约 也面临另一个北约与欧盟双重成员国匈牙利的卡关 2023年12月中 欧盟启动乌克兰加入的程序 奥尔班反对到底被请出场外 宁可弃权也不头头一票 令人印象深刻 瑞典能用什么条件换得匈牙利放行 可能要到二月中匈牙利国会开议才见分晓 TVBS新闻综合报道